大家好,今天早前的兩岸四地保吊主席羅兆先生 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說 不過羅兆,有些事情想澄清一下 很多人說保吊的是羅袖 是羅袖,不是羅兆 你可以解釋一下羅袖和羅兆的分別嗎? 羅兆是我們九六年由我來主導的 羅袖應該是二零零年後 羅袖出來的,我和羅袖都認識的 名字是大家同姓,但不同名字 羅袖我都認識他的 大家可以去詮詮羅袖 我和羅袖大家都認識的,沒問題的 即是身份這些,大家沒有必要去質疑 我可以在這裡和你請問 OK,簡單一點,羅袖就是香港人 所以你在香港搜尋說 香港保吊只會出到羅袖 但是如果你搜尋兩岸四地 你就可以找到羅兆,是嗎? 沒錯,沒錯,九六年,九六年 OK,你今天有什麼想說 你今天有什麼想說 你可以現在說 我呢,是,我今天很留意何俊仁對外的一些輿論 我覺得他有幾句話呢 是說出了原來一定是那個虛假 因為呢,因為呢,我們那個,我們那個工作呢 原來呢,原來呢,原來呢 原來呢,我和何俊仁呢,大家很清晰的 就是,那些,第一我要重複一下 就是紅旗的問題了,大家很清楚 就是,大家之間的政治立場 第二呢,他現在說出一句 就說天滅中共那句 我不知道,他那個發生台 後面有一支旗是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何俊仁這個人呢 如果是說政治,我那些圈村就很大 很大問題的了 首先,我們要聽說,我們搞政治工作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民運,民主工作呢 是對國家和對社會有利,或者是沒有利 可能我們以前搞的民運工作呢 你何俊仁說話 如果是從歷史上去講呢 當時的國家,出了很多的問題呢 你去推動這個民主 那一個情有可言 因為呢,國家是人 但是今時今日,已經在我們 大近平主席的拜領下 我們整個國家興和 我們整個中國的那個經濟和民分 已經是比以前是大量的改善 我現在還講起 共產黨以前的什麼三版五版 文革那些東西 來抵毀今時今日 我們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 正聲聲向榮的一個復制 你們做的這個事情呢 我完全呢 我們撤離了一個政治 一個所謂的準則 但是經濟是為社會 是謀求利益 發展或是破壞這個觀點 那一個可俊仁呢 應該要向社會抄襲的 我現在利用學生對我們 國家的不不認同或者 那個憤怒來 好像他認為這個問題 是學生自發去 他針對我們共產 共產國家的那種 這個說法 我完全是 對他來說 我是否定他 這個說法 好 你可不可以濃縮 剛才你那個說話呢 是 羅兆你不如分為濃縮三點 每一點呢 用十幾句來演繹他 即是你想駁斥何俊仁呢 就濃縮為三點 第一點是什麼 簡單一點 幾句說話 我現在提出來的 我們的中學生 即是 提出來 對我們 這個中國政府的專制 這個一個提示 我認為 其實是 這個 暫住 因為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國家的發展 和那個 成就 已經是世界有目共 好 何俊仁說到 我們學生 對共產國家的一些 這樣的批評 我認為 是完全 是有一個 其他陰謀在裡面 OK 我和你修正一下 我消化到了 你和何俊仁 第一點 你就說何俊仁 他就在一些 我們香港的中學也好 小學也好 大學也好 他就捏造一些 就詆毀中國富強的說話 就是說 喂 中國不行的 中國那個社會的體制不行的 沒有自由的 這樣令到這些 白色恐怖 就灌輸在學生那裡 其實何俊仁就沒有說到 我們過去的40年 中國崛起到現在 我們已經是大國 是富國強兵 他這些事情 就沒有跟學生 或者年輕人說 他只是說一些壞事 好的事情 就不說 簡單的一句說話 何俊仁就放大中國的缺點 而把優點就收拾 好嗎 可以這樣說嗎 是 沒有錯 好錯 這是第一個觀點 是 第二個 我認為何俊仁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的政治立場要很清晰 因為你從一開始 你的民運工作 你的民主工作 你的立場 你當時不是要推翻國家政治 這個 做甚麼 你現在 在今次今天 你能夠在香港 處理一些這樣的一個 來記念 說我們的年輕人 要去推翻我們 這個專制政權 這句話 我覺得 他究竟是 有沒有一個外表性 我認為是很大的問題了 學生是不是有這樣的政治醫生 我認為 這個我們要大家 應該在香港社會 形成一個大聲音 來質疑我遵任 這些學生 是不是給你那些 民主黨原來 一種錯誤思維 包括你教協 一種教材 一直去污蔑我們國家 是甚麼專制 甚麼 這樣的負面教材 令到那些年輕人 完全誤解了我們國家的一種體制 這個我認為我們 這個 要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我們要有責任 要提出來的 因為我看著我們香港目前 何俊仁能夠公開講 那些學生 那些年輕人 對我們國家怎樣怎樣 我認為這些怎樣 我認為何俊仁說得出來 一定有一個理解 但你作為你是一個政治人物 你明知道有些東西 是不夠改善 甚至乎你能夠為香港 有一些暴動 一些東西 你應該精神來計 你應該你們所有的民主派 見到應該站出來 首先 是去阻止這些錯誤的暴動 這些暴行 不是一意的去 去批評警察的一些失誤 因為警察 往往都是因為 要你們拒賊 要你們散會 不要切磋這個遊行 你們不聽 再進行破壞 警察才能動用 適當的武力 這件事 黑白 你們作為民主黨 這件事 現在完全是黑白 是編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熱點 OK 我可不可以和你簡法修正一下 來少 第二點 何俊仁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他的態度叫做政治不正確 為什麼叫政治不正確 因為他和張文剛 特別是張文剛他們的民主黨 就是教協的 他們把政治帶入校園 而將這些政治帶入校園的同時 就詆毀一些是非顛倒黑白 例如他們作為教育工作者 他應該去禁止暴力 他應該去制止這些校園 在市區上的暴力 但是他們的行為是出賣了他們的思想 為什麼呢 你是身為這些教育工作者 以及身為你叫做有份量的民主黨 你應該去救火 你不是去放火 現在你不正止不夠火 你還去助言 還去繼續通動 慫恿人們去放火 那他除了政治不正確之外 其實他的取態 去鼓勵人們去暴動 都是有問題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我是覺得現在 在社會形成一股聲音 等於那些謊話 去掩蓋了真相 就是很多些 我們在質疑中的 懷疑中的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警察傷害 那些示威者的那種行為 我們作為社會 現在是缺乏了一個很公穩的 評價 好像很偏 基本上是天方緊的那些 所謂的示威者的受害情況 但是完全沒有說出根由 所以我覺得 作為現在對香港這個 叫做我們食孩之外 可以作為暴動事件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點 我們應該 香港市民 應該在這點 真的要站出來 要多些了解 不要給那些 一兩個老哥出來說的 好像一股很大的影響力 它直接在影響我們 香港警察的一種正面的文量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 我們作為 但是我們社會的工作 應該在這方面 要深入去探討 看看如何去改變 這個不正常的 和負面的那種 這個是不是第三點 我和你歸納一下第三點 你說什麼 其實你說現在香港的社會 是非黑白 就顛倒了 好人就當作是賊 賊人就當英雄 一個很好的例子 警察天天努力去除暴安良 努力去把香港的治安去平穩 止暴制亂 但是就被反對派 就說他這班警察是黑警 是黑社會 那就很大的冤屈了 警察 另外一班這樣的暴徒 天天去放火 去用一些無差別 去襲擊我們香港市民的人 他就會受到社會的道德高地 說這班人是英雄 是義士 是幫香港好 根本就顛倒了整個社會的 時悲黑白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第三點 好了 你今天是不是只說三點 是 那我私下再跟你說 電話 我們這個節目做到這麼多 我們再補充 我們再補充